看這個現在真的是房市非常的火爆 所以貸款的問題也是層出不窮 接下來這個問題他是這樣問的 他想請問一下我們的貸款專家 他說把這個直系親屬的房子拿去抵押 然後獲得的貸款 然後再全額賣房子可不可行呢 這樣做的話划不划算呢 利息會不會低一點呢 我們趕快請出我們的資深貸款專家 莫妮卡毛來幫她解決這個問題 莫妮卡你好早安 你好你好早安早上好 她這個我都沒她聽懂啊 她說把直系親屬的房子拿去抵押 獲得貸款全額賣房 直系親屬這裡基本上理解為是父母吧 好吧就拿爸媽的房子去抵押 夫妻的話直系親屬的話 他必須也是involve在裡面的 是吧OK好那當然現在市場是非常的火爆 大家家家搶房子 那所以呢你手中準備好的那個資金的部分已經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seller他在挑選offer的時候他也會比較注重的看到你的投款在哪裡是多少的比例 好那如果說你是可以proof a fund就是你的bank statement顯示說 比方說我我投款比例非常高或者甚至說我這個可以cash offer 就說我不需要貸款我就有現成的我賬戶裡有足夠的這個現金買下你這個房子 所以呢 seller來講是最喜歡的應該就是cash offer 首先來講時間上close escrow會非常的快速 好那然後呢也不用worry說要等著buyer來簽那個remove的all contingency啊 什麼時候你的loan又又有狀況啦又又節外升職啊又不能close啦 好因為有些seller他自己本來在賣房子同時他也在買進自己另外的一個房子 好那可能他也需要一個資金轉到他買進的房子 所以對時間點上也是特別的看重 反正anyway就說呢做好準備你的資金充裕 對你那個搶到房子就是拿到offer甚至於在價錢上也可以跟seller有協商的這個餘地和一個空間 拿到更好的一個一個價錢不用是甚至於不論你不用加那麼多嘛 好那因為seller有的時候就願意選你cash offer 價錢低一點也無所謂 他不願意去再等待tick risk給有貸款的那些buyer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好那但反過來說呢 他從直系親屬是吧那個房子裡頭 就說直系親屬房子裡頭拿了cash出來給他去買他的房子 那對於他本人來講的話呢 如果說他有參與直系親屬房子裡面一起拿貸款出來的話 他自己就有一個貸款的這個債務的問題哈 對那如果說是這種情況他又拿cash去買了新的房子 當然是沒有貸款啊 那但是問題你新的買的房子你比方說自住房你是沒有貸款的 也就是說呢你在年底的年初報稅的時候你的 比方說本來有貸款你可以把利息去抵一部分抵扣稅 好那這個機會你就你就沒有了對吧 你搶到了房子你貸款那個抵扣的這個機會就沒有了 那如果說他幫著親屬是一起做cosigner拿那個cash out出來 但是他又沒有住在這個親屬房子裡頭的話他只是一個cosigner 所以說親屬cash out的錢的部分產生了payment的利息 貸款利息是可以抵稅可是呢他可能也抵不到這一部分的稅 對就是看他側重於哪一個部分比較看重一點 好的實際上呢專家也幫我們分析了哈 就是很多時候呢就是看的一個方法對你是最好的 然後每一個人的情況又不一樣是不是 所以其實跟專家們自己去聊 然後可能有好幾個不同的方案適合的呢對不對 對對對